这个座超度 有这个接引的奏 就是 最主要的 就是把这个亡灵 在结界的范围之内 有这个书母人 请这个亡灵 列在名单里面 进到结界里面 然后呢 给他们 第一个听法 听就是听这个佛法 做事实 就供养他们 让他们能够 得到这个身心的一种满足 在身体方面呢 他有资粮给他们 在心灵方面呢 有清净他们的心灵 然后再祈求啊 这个 诸佛菩萨三本尊啊 用法船 接引他们 往生这个清净的果 在这当中啊 像索印里面啊 就有公养 就有公养 就有法船 又有九品年华生 又有解他们的烟结 消他们的业障 那样子 索印里面就有这样做 那么在修法的过程里面啊 同样有 你诗诗啊 啊 把所有的供养 画得非常的广大 如普贤花 这个 古兰弥一样的广大 做诗诗 然后也给他们灰衣三号 招请来的时候啊 解他们的烟结 开他们的这个心 让他们能够接纳这个佛 然后再念佛啊 做清净的功夫 接引他们 往生到清净的佛 这个是超度的一半的 作用的 就是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到 只要有人 不管怎么样 在一七字之中啊 他能够一心念佛的话 就有这样子的机言 能够蒙这个阿弥陀佛 佛光给他们接你 所以在这个佛经典里面啊 主要也提到 只要你在那个时候 一心啊 向佛 阿弥陀佛四八大愿当中 就能够放放给你接你 依照阿弥陀经的旨意来讲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 很好的音乐 你跟佛只要一接近啊 一心啊 归向他 归一啊 而一心向佛啊 就是有缘子 否则你都是在门外 都在结界之外 啊 像这一次啊 这个也是一个音乐 做这样子的一个 超度的这个共修 啊 因为 这个 宾州的弟子来 那么他本身有我们身体的这些障碍 有禅身云 那么来了就是很有缘 包括禅身云都有缘 在结界的范围之内啊 我们给他做超度 给他做亲近 让他以后呢 这个身心他都能够安顿 他本人身心安顿 禅身云本身的身心也安顿 我们便没有说啊 你来了 那么禅身云在这里 就把他抓了给他丢掉 不是 而是 而是给他护施 啊 让他皈依 啊 供养他 亲近他 念佛给他 念经给他 然后业障消出来以后 由佛本身把他接引到亲近的佛 所以 禅身云身心安顿了 那个 身体有病 他本身能够 也能够因为禅身云身心安顿了 他是本人有身心安顿 是这样子的原因啊 是二者之间啊 多猛受其异 所以超度 便不是只有超度 这个 啊 幽靡的众生 连我们本身的生者 也能够受其异 也能够受 恶者之间啊 都能够受其异 啊 这个就是 超度啊 对 我们本身的离 在这里 我妈给你 我妈给你